你好啊,我是何帆,欢迎回到何帆报告2019-2020 上一讲我们说到,认知真实的中国,你需要了解两个问题 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以及什么是演化算法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是啥意思 好,咱们先来说一说,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那这个问题啊,一开始是一个领导问我的 我就跟他汇报,然后他说,听说你最近到处跑调研 这很好啊,那你能不能去看看,中国经济要是好,能好到什么程度 要是差,最差,能差到哪里去呢 所以今年啊,我就是带着这个问题上路的 那我把这个问题的表述又改了一下 我改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到底是啥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过去啊,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 我们过去有人口红利,有全球化红利,还有后发优势 可是一个国家不可能什么时候都有好运气啊 那假如我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东西,那些我们觉得是优势的东西 或是我们觉得很熟悉的东西会怎么办呢 那就要看我们的基本盘了 所以我说的这个基本盘就是汇集了我们的传统优势 制度基础资源秉赋,同时又能前瞻性的把握未来格局的一个集成系统 是中国经济的操作系统,更是一个复杂而又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 那好,如果这个基本盘还在成长,中国经济就能继续成长 如果这个基本盘已经显出颓势,那中国经济就很可能会失去未来增长的前景 那问题就来了,怎么找到这个基本盘呢? 这就涉及我们这门课要交付给你的重要的方法,演化算法 那今天呢,我就来解释它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重要 那你一定记得,我在去年的核范报告里讲了小趋势 我告诉你,要是找到一个小趋势,全心全意的服务好这个小趋势 伴随着这个小趋势成长,那你想不赚钱都很难 可是你再想想,中国的小趋势太多了 我们观察到的小趋势很可能是方向相反的 比如说,人人都关心的教育问题吧 那能看到顺义妈妈,因为北京顺义啊,有很多高档的国际学校 这些学生的妈妈大多是不工作的 只带娃,天天关心的都是怎么把孩子送到美国的长青藤高校 可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像衡水中学,茅滩上中学 到了高考的时候,上万名考生欺负考场 那个场面非常震撼啊 那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小而美的乡村学校 比如我在去年调研过的四川省广源市宝仁镇狗村的范家小学 那你说哪一个是中国教育的未来方向呢? 所以在这些小趋势里头,我们最关心的是那些未来能够成为大趋势 或者能够影响大趋势的小趋势 那小趋势为什么能够变成大趋势 或者能够影响大趋势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也想了很久 最后我突然想到,小趋势其实就像基因的突变 那突变嘛,它是没有方向性的 但是逝者生存的选择机制会决定演化的路径 那这不就是一种演化算法吗? 演化论是生物学家研究的 于是呢,我要去请教王立明教授 他讲的更精彩 他告诉我,演化算法可以说是地球上唯一可靠的成功学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得知道啊,在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99.9%以上的物种都已经灭绝了 那你说,包括我们人类在内 还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物种 是不是都是千里挑逸 甚至万里挑逸的成功者啊? 生命是一个复杂系统 而我们人类社会 我们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 都是复杂系统 复杂系统都会遵循这种演化算法 所以按道理来说 演化算法理应成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最基础的方法论 那这样一来,思路就打开了 我们就可以把演化算法应用到解释中国经济上来 你看,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 你首先会注意到规模效应 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中国的优势并不止于规模优势啊 当规模到了一定的程度 又会出现复杂红利 也就是说,我们会观察到多种多样的小趋势 这些小趋势就像是基因出现的突变 中国的市场辽阔纵深 为不同类型的小趋势提供了生存的机遇 同时,这又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市场 所以给各种小趋势又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平台 于是,那些最能够适应中国国情的小趋势 就会被选择机制放大 迅速地成长起来 最终呢,会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中 各种不同的物种形成了一个经济生态权 它们之间互相协作 互相混搭 也互相竞争 互相抗衡 使得中国经济变成了更有活力 更有韧性 那说到这里 你就明白了演化算法的概念 但你可能会有疑惑呀 那我怎么掌握这个方法呢 其实,像武林秘籍一样 演化算法呢,也有它的基本招式 它有五个基本招式 分别是试错,突变,适应,协作和混搭 那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吧 中国现在的电商做得非常的火爆 这是全球有目共睹的 外国朋友有时候会很好奇地问 诶,听说你们中国人待在家里 只要一部手机,一个月都不出门 有这回事吗 当然有啦 我们有外卖 我们有快递呀 好 那我们再看看电商在中国的发展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还是模仿国外的模式 很多做电商的 其实都死掉了 那这是啥 这就是试错呀 然后2003年 淘宝网出现 退出了担保交易 那这就是支付宝的前身 那这就是一个突变啊 消费者慢慢的开始 赶从陌生人手里买东西了 那再往后 电商的发展不仅速度迅猛 而且百花齐放 比如说吧 通过补贴打开市场规模 这种看起来很冒险的做法 结果证明非常适合中国的市场 还有社交电商这种玩法 最早也是在中国出现的 那这就是市场提供的选择机制啊 企业就要学会适应啊 好 那你再看 这些电商之间有竞争 但也有协作 就说拼多多吧 他怎么能够以这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呢 因为淘宝 天猫和京东 已经培养了消费者网上购物的习惯 腾讯提供了微信支付工具 拼多多呢 自己原来是做游戏的 天生具备 做娱乐和社交的基因 那这就是协作呀 那你回头再看看这些商业模式的创新 其实都谈不上是什么革命性的技术进步 他们都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 以一种别人没有见过的方式 重新组合了起来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混搭呀 所以电商在中国的崛起 遵循的就是演化算法 那就算是马云 其实一开始也不可能设想出来 电商在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速度 和发展路径 好 我讲了演化算法有五个基本的招式 试错 突变 适应 协作和混搭 那我的这门课呢 就是要让你掌握这五个招式 我会用它们分别来解释 教育困境 代际革命 市场变化 全球化和技术创新 这五个2019年的重要变量 所以别着急啊 在每一个模块里头 我会用各种案例 手把手的交汇你这五个招式 那你可能还会问了 那这个基本盘 跟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因为啊 首先你要是能够准确的理解 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心里就不会慌乱 中国经济到底能不能走好 是跟它的基本盘有关系的 盯着这个基本盘去看 你才能够知道未来的趋势 那盯着这个基本盘去看 你才能够找准自己的位置 过去啊 我们在考虑个人发展 企业发展的时候 习惯于盯着自己的竞争对手 自己的赛道 我们想拿第一 我们想当跑得最快的选手 但其实 无论是我们个人 还是我们的企业 都是在一个社会经济的生态 生态系统里面的 好比说 你是森林中的一棵树 那么你要问你的问题 不是我怎么样才能够成为 森林中最高的那棵树呢 你要问自己的问题是 我怎么样才能够在森林中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态位呢 一个物种 在生态系统中 能够利用的各种资源的总和 我们把它叫做生态位的宽度 好 那么你真正要思考的问题 其实就是你在中国经济 这个生态系统里面的生态位的宽度 到底有多大 那你在想 我们每个企业 我们每个人能不能做好 都是跟我们自己的基本盘有关系的 中国经济需要审视 什么是自己的基本盘 那我们每一个企业 我们每个人 同样要审视 什么是自己的基本盘 你的未来不取决于你长得有多快 而取决于你的根到底扎得有多深 那我再来帮你解读一下 这个基本盘按照我的理解 就是失去了之后还能够拥有的东西 这听起来有一点费解 我先来讲另外一个道理 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曾经说过 他说教育真正有用的东西 是你忘记了之后还能够记得的东西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请你想一想当年上学的时候 语文老师会要求你把课文都背下来 比如荷塘月色啊 海燕啊 那么你现在还能够把这些课文都背出来吗 我估计不能了 但是为什么你现在读书写字 一点障碍都没有呢 因为你不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永远的记住啊 你只需要记住那些最有用最常用的东西 同样的道理啊 我们这个国家不可能总是顺风顺水的 我们每个企业 我们每个个人也不可能总是顺风顺水的 那么如果我们过去的优势没有了 我们曾经熟悉的东西变了 那怎么办呢 比如中国过去有人口红利啊 现在没了 过去有全球化红利啊 现在却遇见了贸易战 原来我们有后发优势啊 可以模仿和借鉴别人的东西啊 那现在呢 能够模仿和借鉴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我们得自己创造了 那中国还能靠啥 就得靠基本盘啊 这个基本盘说到底就是人 中国的成功不在于出现了什么天才人物 而在于有无数平凡 但是不平庸的人们在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创新 那这是啥 这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这不是精英算法 而是演化算法 而四十亿年地球上生命的壮丽历史 早就已经告诉我们演化算法 那是要完胜精英算法的 那你再想想自己的发展规划吧 演化算法告诉你 你没有办法预知未来 你想先知道答案 然后选边站队 那是不可能的 那该怎么办 你只能边走边看 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海里的水多 我们就当鱼待在水里 但是海水如果退潮了 那我们就上岸去啊 把自己进化成两系动物 好 那这一讲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是何帆 咱们下一讲 再见